明天政变后一个多星期 仰光街头抗议潮久久不散 眼见人民怒火越演越烈 军政府领导人明昂来 终于透过电视首度发表全国谈话 明昂来承诺 为期一年的紧急状态结束后 就会举办民主选举 并重申军政府会推行真正 而且有纪律的民主 和以往的军政府不一样 但对缅甸民众来说毫无说服力 20分钟谈话里 对被捕的翁山苏姬只字未提 完全没有回应民众诉求 美国公务院8日也证实 美方试图与翁山苏姬联系 但无论正式或非正式要求 统统被拒绝 只能隔空表达对缅甸人民的支持 澳洲政府也要求释放翁山苏姬的经济顾问 澳洲学者杜内尔同样被一度不回 缅甸军方态度强硬 不但用水炮车驱散抗议民众 更宣布第二大城瓦城进入戒严 禁止五人以上聚会抗议 同时仰官和瓦城晚间八点至凌晨四点 实施宵禁 一旦有人违法不排除动用实弹 全国民主联盟发言人透露 15日荒山苏姬就要进行判决 期间军方恐怕会再利用强力镇压 让人民的怒吼噤声 三地新闻的Ring报道